大家好,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牌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青海西宁 这个位置就是西宁火车站 现在从站台里面出来的这一列洞车 是从敦煌到兰州西的洞2759之列车 它从敦煌出发的时间是上午9点58分 不算首位站,沿途停靠,刮州,嘉峪关南,九泉南,高台南,张叶西,明乐,西宁,海斯万,共8座车站 在当日下午18点14分到达兰州西,全身运行8小时16分 各位听完我的爆站发现点什么 你们一定没发现,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下吧 这列车起点是甘肃敦煌,中点是甘肃兰州 但是它中间却跑来青海西宁,串了个门 你们说,这列车算是省内城际列车呢,还是算省纪列车呢 你说它是省内列车吧,它中间又有一个西宁 你说它是省纪列车吧,它起点和终点又都在省内 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从自家卧室到自家厨房 但是却要经过别人家客厅 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车友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现在朝西宁站开来了一列洞车 这一列是从南州西到嘉瑜观栏的洞2741次列车 它从南州西出发的时间是下午14点18分 不算是卫战,沿途停靠,海丝湾,西宁,张叶熙 共三座车站,在当日傍晚19点49分到达嘉瑜观栏 全身运行5小时31分 这列车和刚才那一列是一样啊 起点和终点都是甘肃,中间到西宁玩耍了一下 连车型都是一样的,都是CRH5G型,人送外号,冻驴 我觉得这个车是动车主列车里面最不好看的 但是和其他动车相比,它有两个特异功能 就是赖寒和防风沙 所以冻驴一般常见于东北和西北的高寒高风沙地区 好了,这一支视频就到这儿 今天我顶着郊阳,围着西宁火车站,步行画了一个包围圈 才找到这个位置 接下来几列车都是从另外一边过来 这里拍不到 明天我到西宁西藏去侦查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拍车的好位置 喜欢火车和旅行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明天见